骆驼翔子第十章 个别的解决 翔子没那么聪明 全盘的清算 他没那个魄力 于是一点办法没有 整天记忆捐着满肚子委屈 正和一切的生命同样 受了损害之后 无可如何的只想由自己去收拾残局 那都落了大腿的蟋蟀 还想用那些小腿爬 翔子没有一定的主意 只想慢慢的一天天 一渐渐地挨过去 爬到哪算哪 根本不想往起跳了 离二十七还有十多天 他完全注意到这一天上去 心里想的 口中念叨的 梦中梦见的 全是二十七 仿佛一过了二十七 他就有了解决一切的办法 虽然明知道这是欺骗自己 有时候他也往远处想 譬如拿着手里的几十块钱到天津去 到了那里 碰巧还许改了行 不再拉车 虎妞还能追到他天津去 在他的心里 凡是坐火车去的地方必是很远 无论怎样他也追不了去 想得很好 可是他自己良心上知道 这只是万不得已的办法 再分能在北平 还是在北平 这样一来 他就又想到二十七那一天 还是这样想尽便省事 只要混过这一关 就许可以全局不动而把事闯过去 即使不能干脆的都摆脱清楚 到底过了一关是一关 怎样混过这一关呢 他有两个主意 一个是不理他那回事 干脆不去败寿 另一个是按照他所嘱咐的去办 这两个主意虽然不同 可是结果一样 不去呢 他必不会善罢甘休 去呢 他也不会饶了他 他还记得出拉车的时候 模仿着别人 见小巷就钻 未使抄点劲 而误入了罗圈胡同 绕了个圈 又绕回到原界 现在他又入了这样的小胡同 仿佛是 无论走哪一头 结果是一样的 在没办法之中 他试着往毫里想 就干脆邀了他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是 无论从哪方面想 他都觉着憋气 想想他的模样 他只能摇头 不管模样吧 想想他的行为 哼 就凭自己这样要强 这样规矩 而取那么个破货 他不能再见人 连死后都没脸见父母 谁准知道 他肚子里的小孩 是他的不是呢 不错 他会带过几辆车来 能保准吗 刘四爷并非是好惹的人 即使一切顺利 他也受不了 他能干得过虎妞 他只需伸出个小指 就能把他知识的头晕眼花 不认识了东西南北 他晓得他的厉害 要成价 根本不能要他 没有别的可说的 要了他 便没了他 而他又不是 看不起自己的人 没办法 没方法处置他 他转过来恨自己 很想脆脆地 抽自己几个嘴巴子 可是 说真的 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 一切都是他布置好的 善等他来上套 毛病似乎是在他太老实 老实就必定吃亏 没有情理可讲 更让他难过的是 没地方去诉诉委屈 他没有父母兄弟 没有朋友 平日 他觉得自己是头顶着天 脚踩着地 无牵无挂的一条好汉 现在 他才明白过来 回悟过来 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 特别是对那些同行的 现在都似乎有点可爱 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 他想 像他自己一样的大汉 再多有个虎妞 他也不怕 他们会给他出主意 会替他拔疮买力气 可是 他始终是一个人 临时想抓朋友 是不大容易的 他感到一点向来 没有过的恐惧 照这么下去 谁也会欺误他 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 这点恐惧 使他开始怀疑自己 在冬天 遇上主人有饭局 或听戏 他照例 是把电视灯的水桶 揣在怀里 因为放在车上 就会冻上 刚跑了一身的热汗 把那个冰凉的小水桶 往胸前一贴 让他立刻哆嗦一下 不定有多大时候 那个水桶 才会有点热活劲 可是在平日 他并不觉得 这有什么说不过去 有时候揣上它 他还觉得 这是一种优越 那些拉破车的 根本就用不上电视灯 现在 他似乎看出来 一月只挣那么些钱 而把所有的苦处 都得受过来 连个小水桶 也不许冻上 而必得在胸前抱着 自己的胸脯多么宽 仿佛还没有个小腿之前 原先 他以为拉车 是他最理想的事 有拉车他可以成家立业 现在 他安安摇头了 不怪虎妞欺误他 他原来不过是个 连小水桶也不如的人 在虎妞找他的第三天上 曹先生同着朋友 去看夜场电影 翔子在个小茶馆里等着 胸前揣着那像块冰式的小桶 天极冷 小茶馆里的门窗都关得严严的 充满了煤气 汗味 与健臭的烟圈的干烟 然后这么样 窗上还冻着一层冰花 喝茶的几乎都是拉包月车的 有的把头靠在墙上 借着屋中的暖和气 闭上眼打盹 有的拿着碗白干酒 嚷嚷大家 而后慢慢地喝 喝完一口 上面扎着嘴 下面很想地放凉气 有的攥着卷大饼 一口咬下半截 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 有的绷着脸 普遍地向大家抱怨 他怎么由一清早到如今 还没停过脚 身上已经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不知有多少回 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 听到这两句 马上都静了一会儿 而后像鸟炸了潮湿的 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 都想讲给大家听 连那个吃着大饼的 也把口中云处能调动舌头的空隙 一边咽饼 一边说话 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 你当他妈的拉包月低就不蘑菇呢 我打他妈的隔 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 竟说前门到平则门 哥 我拉他妈的三个来回了 这个天 把屁眼都他妈的动裂了 一静地放弃 转圈看了大家一眼 点了点头 又咬了一结饼 这 把大家的话又都转到天气上去 以天气为中心 各自到处辛苦 翔子始终一语未发 可是很留心他们说了什么 大家的话 虽然口气 音调 事实 各有不同 但都是咒骂与不平 这些话 碰到他自己心上的委屈 就像一些雨点落在干透了的土上 全都吃了进去 他没法 也不会 把自己的话有头有尾地说给大家听 他只能由别人的话中吸收些生命的苦味 大家都苦恼 他也不是例外 认识了自己 也想同情大家 大家说到悲苦的地方 他皱上眉 说到可笑的地方 他也撇撇嘴 这样 他觉得他是和他们打气 大家都是苦朋友 虽然他一言不发 也没大关系 从前 他以为大家是贫嘴饿舌 贫他们诚意一天到晚穷睡 就发不了财 今天 仿佛是头一次决道 他们并不是穷说 而是替他说呢 说出他与一切车夫的苦处 大家正说到热闹中间 门忽然开了 进来一阵冷气 大家几乎都怒怒地往外看 看谁这么不得人心 把门推开 大家越着急 门外的人越慢 似乎故意地莫犯 茶馆的伙计 半急半笑地喊 快着点吧 我一个人的大叔 别把点热气都给放了 这话还没说完 门外的人进来了 也是个拉车的 看样子已有五十多岁 穿着剑短不够短 长不够长 连蓬老式的棉袄 经上肘上已都漏了棉花 脸似乎有许多日子没洗过 看不出肉色 只有两个耳朵冻得通红 红得像要落下来的果子 惨白的头发在一顶破小帽下 杂乱地滋滋着 眉上 短须上 都挂着些冰珠 一进来 摸住条板凳便坐下了 闸睁着说了句 蜥蜴虎 这个茶馆一向是包月车夫的巨处 像这个老车夫 在平日 是绝不会进来的 大家看着他 都好像感到 比刚才所说的更加深刻的一点什么意思 谁也不想再开口 在平日 总会有一两个不狠懂事的少年 找几句俏僻话来拿这样的茶客取取笑 今天没有一个出生的 茶还没有起来 老车夫的头慢慢地往下滴 滴着滴着 全身都除溜下去 大家马上都立了起来 怎么了 怎么了 说着 都想往前跑 别动 茶馆掌柜得有经验 拦住了大家 他独自过去 把老车夫的薄灵解开 就地扶起来 用把椅子枪 在背后 用手勒着双肩 白糖水 快 说完 他在老车夫的脖子那里儿听了听 自言自语的 不是谈 大家水也没动 可水也没在坐下 都在那满屋子的烟中 眨巴着眼 向门这边看 大家好似都不约而同的心里说 这就是咱们的榜样 到头发惨白了的时候 水也有一个跟头摔死的行事 糖水刚放在老车夫嘴边上 他哼哼了两声 还闭着眼 抬起右手 手黑得发亮 像气过了似的 用手背抹了下嘴 喝点水 掌柜得对着他耳朵说 啊 老车夫睁开了眼 看见自己是坐在地上 腿拳了拳 想立起来 先喝点水 不用忙 掌柜的说 松开了手 大家几乎都跑了过来 爱 爱 老车夫向四围看了一眼 双手捧定了茶碗 一口口地吸糖水 慢慢地把糖水喝完 他又看了大家一眼 爱 老猪为的驾 说得非常的温柔亲切 绝不像是由那个胡子拉叉的口中 说出来的 说完 他又想王启利 过去三四个人忙着王启掺他 他脸上有了点笑意 又那么温和地说 行 行 不爱 我是又冷又恶 一阵发晕 不要紧 他脸上虽然是那么厚的泥 可是那点笑意 教大家仿佛看到一个温善白净的脸 大家似乎全动了心 那个拿着玩酒的中年人 已经把酒喝尽 眼珠子通红 而且此刻带着些泪 来 来二两 等酒来到 老车夫已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 他有一点醉意 可是规规矩矩地把酒放在老车夫面前 我的井 您喝吧 我也四十望外了 不瞒您说 拉包月就是凑合事 一年是一年的事 腿知道 再过二三年 我也得跟你一样 你横是快六十了吧 还小呢 五十五 老车夫喝了口酒 天冷 拉不上座 我呀 哎 肚子空 就有几个字 我都喝了酒 好暖和点呀 走在这儿 我可实在撑不住了 想进来取个暖 屋里太热 我又没时 横是晕过去了 不要紧 不要紧 老猪为哥们的架 这时候 老者的甘草式的灰发 脸上的泥 碳条式的手 和那个破帽头 和那个破帽头与棉袄 都像发着点纯洁的光 如同破庙里的神像似的 虽然破碎 依然尊严 大家看着他 仿佛唯恐他走了 翔子始终没言语 呆呆地立在那里 听到老车夫说肚子里空 他猛地跑出去 飞也刺幼跑回来 手里用块白菜叶耳 拖着十个羊肉馅的包子 一直送到老者的眼前 说了声 吃吧 然后 坐在原位 低下头去 仿佛非常疲倦 哎 老者像是乐 又像是酷 向大家点着头 到底是哥们哪 拉座儿 给他卖多大的力气 林湾多要一个字 都怪难的 说着 他立了起来 要往外走 吃呀 大家几乎是一起地喊出来 我叫小马儿去 我的小孙子 在外面看着车呢 我去 您坐下 那个中年的车夫说 在这儿丢不了车 您自管放心 对棍儿就是巡警格子 他开开了点门缝 小马儿 小马儿 你爷爷叫你哪 把车放在这儿来 老者用手摸了好几回包子 始终没忘记呢 小马儿刚一进门 他拿起来一个 小马儿 乖乖 给你 小马儿也就是十二三岁 脸上挺瘦 身上可是穿得很圆 鼻子冻得通红 挂着两条白鼻涕 耳朵上戴着一对破耳帽 立在老者的身旁 右手接过包子来 左手又自动地拿起来一个 一个上咬了一口 爱 慢慢地 老者一手扶在孙子的头上 一手拿起个包子 慢慢地往口中送 爷爷吃两个就够 都是你的 吃完了 咱们收车回家 不拉了 米儿哥要是不这么冷呀 咱们早着点出车 对不对 小马儿 小马儿对着包子点了点头 吸溜了一鼻子 爷爷吃三个吧 剩下都是我的 我回头把爷爷拉回家去 不用 老者得意地向大家一笑 回头咱们还是走着 坐在车上冷啊 老者吃完自己的份 把杯中的酒喝干 等着小马儿吃进了包子 掏出快破不来 擦了擦嘴 他又向大家点了点头 儿子当兵去了 一去不回头 媳妇 别说那个 小马儿的腮撑得像俩小桃 连吃带睡的拦阻爷爷 说说不要紧 都不是外人 然后向大家低声的 孩子心中 甭提多秒强了 媳妇也走了 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 车破 可是我们自己的 就仗着天天不必为车份着急 正多正少 我们爷儿俩苦魂 无法 无法 爷爷 小马儿把包子吃得差不离了 拉了拉老者的袖子 咱们还得拉一趟 明儿个早上还没钱买煤呢 都是你 刚才二十字拉后门 依着我就拉 你偏不去 明儿早上没有煤 看你怎样办 有法子 爷爷会去收五金煤球 还饶点脾柴 对呀 好小子 吃吧 吃完 咱们该溜搭着了 说着 老者立起来 绕着圈向大家说 老猪为哥们的驾了 伸手去拉小马儿 小马儿把未吃完的一个包子整个的塞在口中 大家有的坐着没动 有的跟出来 翔子投一个跟出来 他要看看那辆车 一辆急破的车 车板上的气已经裂了口 车把上已经磨得露出木纹 一只稀里花朗响的破灯 车棚子的织棍用麻绳捆着 小马儿在耳朵帽里找出根羊火 在鞋点上滑着 用两只小黑手捧着 点着了灯 老者往手心上吐了口唾沫 按了一声 抄起车把来 明儿见了 哥们 翔子呆呆地立在门外 看着这一老一哨和那辆破车 老者一边走 还一边说话 雨声时高时低 路上的灯光与黑影 时明时暗 翔子听着 看着 心中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 在小马儿身上 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 在老者身上 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 现在他觉得很痛快 为这一老一哨买了十个包子 直到已看不见了他们 他才又进到屋中 大家又说笑起来 他觉得发乱 会了茶钱 又走了出来 把车拉到电影员门外去等候曹先生 天真冷 空中浮着些灰煞 风似乎是在上面挤走 星星看不甚真 只有那几个大的 在空中微颤 地上并没有风 可是四下里发着寒气 车折上已有几条洞裂的长缝子 土色灰白 河冰一样凉 一样坚硬 翔子在电影员外立了一会儿 已经绝出冷来 可是不愿再回到茶馆去 他要静静地独自想一想 那一老一哨 似乎把他的最大希望给打破 老者的车是自己的呀 自从他头一天拉车 他就决定买上自己的车 现在还是为这个志愿 整天的苦奔 有了自己的车 他以为就有了一切 哼 看看那个老头子 他不肯要虎妞 还不是因为自己有买车的愿望 买上车 省下钱 然后一清二白地娶个老婆 哼 看看小马 自己有了儿子 未必不就是那样 这样一想 对虎妞的要挟 似乎不必反抗了 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去 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 况且他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 干嘛不想几天献成了福 看透了自己 便无需小看别人 虎妞就是虎妞吧 什么也甭说了 电影散了 他急忙地把小水桶安好 点着了灯 连小棉袄也脱了 只剩了件小卦 他想飞跑一气 跑忘了一切 摔死也没多大关系 这下集 他าก必要讨厌 你 跟虎妞